树林乡公所积极推动新建纳谷墙政策 解决墓地不足的问题 由于综合部落墓地即将饱和 加上部落会议无法召开来新建纳谷墙 树林乡公所以另一个方式规划火化土葬区 增加土葬空间减缓墓地不足的情况 树林乡在王文贵上任之后 就积极推动新建纳谷墙政策来延续公墓的寿命 由于树林乡位处于3D乡 墓地都是在山丘和山坡地上 各部落墓地即将进入饱和的阶段了 核中部落墓地相当的不足 加上部落会议迟迟迟迟无法召开 要推动新建纳谷墙可以说是遥不可及的 为了解决后冷的问题 树林乡公所生命理所则是规划火化土葬区的方式 来减少空间上的不足 而且可以延长公墓用地的寿命 中间的那种建议太大了 所以因为他们不可能在那边葬嘛 所以我这边就规划了火化土葬区 30乘30的面积 因为他们以后土葬部署的时候 可以用火化土葬的方式下去 所以这边我建置了大概六十几具啦 可以在趋缓八年之后的满葬 目前就用短葬的方式这样去处理啦 我当然会讲说因为这边全是七路七也不适合盖那股墙那股设施啦 所以这部分就先这样子用趋缓的方式减少公墓 修文相公所声明理所所长林江文表示 而这次来代理和平村长期间 则是会积极邀吉部落齐老 河中部落会主席王清高 修认下面代表王哲元 林英勇的协助和主人们进行面对面的沟通 而火化土葬区只是趋缓现在的问题 而长远之际则是要推动新建那股墙为目标 才能够解决目的不足的情况 记得装饮求向我道